打掉柳如烟怀的狗杂种 我悄悄在他的午饭里加入古泥肠 柳如烟发现后 叫保镖把所有的古泥肠塞进我的身体里 满脸愤怒地警告我 陆景琛 我早就和你说过 老公的名分永远是你的 这孩子生下来会交给你抚养 以后他也只会喊你爸爸 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怎么禽兽的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 站在一旁的秘书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而我望着眼前这个爱了十年的女人 只觉得内心一阵阵恶寒 让我抚养他和秘书的孩子 他是怎么想的呀 我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声音更是染上哽咽 柳如烟 你不能和我一起生孩子吗 你让我养别人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心更狠 然而说完这两句话我就反应过来 自己根本就是多此一问 柳如烟嫌我脏 他连碰都不肯让我碰一下 他又怎么可能和我生孩子 铺天在地的绝望感向我袭来 我无力地倚着墙壁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想着之前我为他付出的一切 最后只换来的老公的名分 以后还要帮他养别人的孩子 我只为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感到不值 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分不忍 然而他并未立刻上前安慰我 而是先叫保镖带走秘书吴也凡 然后才将注意力转到我身上 他俯下身去安抚我 抱歉景称 我不该不顾及你的感受 如果你真容不下那孩子 那等他出生后 还是让吴也凡自己抚养 我会安排他们父子俩住得离你远一些 不会让他们来爱你的眼 他可真会往我心上捅刀子 我的心脏痛到难以呼吸 我向后倒退几步 指着他声嘶力竭地喊 柳如烟 你让我觉得恶心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接受你说的 你凭什么这么欺负我 面对我的不知好歹 他的耐心忠于告庆 阴沉着连冷力的 陆景称 别发疯了 你到插门之前我就告诉过你 我不爱你了 陆是你自己选的 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是啊 我明明早就知道他已经不爱我了 可还是陆追进了柳家 我是九岁认识柳如烟的 那年爸妈离婚 两人都把我当成累赘 就把我扔在了商场里 如果不是六岁的柳如烟 将我捡回柳家 我大概早就被人贩子拐卖了 我们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从相识到相爱 一路都顺利的不得了 我曾以为我们会这样平淡 而幸福的走完一生 然而我二十四岁那年 柳家生意出了事 一度濒临破产 柳父柳母出车祸离世 柳如烟背上巨额债务 追债的人将他绑到足域三楼 输不还钱 就让他在这里打工还债 我想救他 可那是一个亿的债啊 我哪来那么多钱 我走投无路 只能去找了柳如烟的死对头 首富之女林清玄 林清玄说只要我陪他一个月 他就答应替柳家还了所有的债务 我不想这样的 但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柳如烟走上不归路 我要他好好活着 可一个月后我再见到柳如烟时 他却红着眼对我说 锦琛 我命运死 也不愿意让你救我 他满目痛涩 声音里尽是七楚和绝望 要你牺牲自己的清白救我 你让我怎么有脸面对你 他哭得很伤心 我伸手想抱抱他 可我刚一靠近 柳如烟就输地退后 别碰我 我正在原地 不敢相信地望着他 他躲开我的视线颤声说 抱歉景琛 我们分手吧 我没办法继续爱你了 从那之后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形同陌路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柳如烟很争气 仅用三年时间就让柳氏起死回生 红年柳奶奶重病缠身 他一向最疼爱我 所以他要求柳如烟和我结婚 否则他死不瞑目 柳如烟答应了 但新婚当晚 他拒绝与我同房 他冷着脸解释 景琛 你的第一次给了我 又为柳家牺牲那么多 是我欠了你 所以我必须对你负责 但是很抱歉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没办法再跟你做那些亲密的事 但我可以保证 这辈子我只会有你一个男人 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这五年来 我不断地给自己洗脑 没关系 他不爱我也没关系 只要我能每天看到他就好了 就这样相近如冰走完一生也很好 可是他骗了我 两个月前 我发现柳如烟有了怀孕的反应 暗中调查到吴也凡的存在时 他已经跟柳如烟好了快一年 他甚至让柳如烟怀了孕 那天我跪在柳奶奶的墓碑前 哭得昏天暗地 如果奶奶还活着 绝不会允许柳如烟这么欺负我 可他走了 再也没人护着我了 我哭倒在墓园里 醒来时已经被柳如烟带回家 他眉眼间笼罩着疲惫叹起 吴也凡的事 算我对不起你 但我真挺喜欢他的 他很单纯 很可爱 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轻松 不过你放心 既然我答应过奶奶就不会食言 我会把吴也凡养在外面 他永远都动摇不了 你是我老公的事实 至于那孩子 我不想让他做私生子 柳家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员 所以等他出生 我会教定你抚养 以后柳家的财产都是你们父子的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怎么会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他凭什么认为我会接受一个背叛我的女人 又凭什么觉得我愿意给狗杂种当大 我心动到吴以复家 哽咧着说 柳如烟 你真的认为我想要的是那些吗 他嗓音尖色 抱歉 我能给你的只有这些了 我可以接受他不爱我 但无法接受他把爱给别人 更不能接受他跟别人有孩子 所以就有了替他打胎的闹局 离开的决心 大概也就是在那天下定的 我和柳如烟开始了冷战 吴也凡被他安置在西郊的别墅 那晚 一个陌生号码突然给我发信息和图片 如烟姐说不会让我和孩子分开的 陆先生 你别再妄想打掉我的孩子 如烟姐说等儿子出生 我们就在要个女儿 嘿嘿 你羡慕吧 就算你是他老公又怎么样 如烟姐又不爱你 他只爱我 我知道是吴也凡 直接拉黑了他 可那些文字和照片 依然像是脆了毒的剑 把我的心伤的千疮百孔 我打车去了附近的酒吧 打算喝几杯姐姐们 我才喝几杯酒 竟然见到了林清玄 我乍然清醒 酒劲退了大半 慌忙拨开林清玄 想要抱我的手 朝旁边挪了一步 林清玄挑眉看向我 怕我 他自嘲地笑着摇头 景琛啊 你可真会伤人心啊 虽然柳如烟发达后 非要将那一个亿还给我 但我给你钱十 可压根就没想过收回来 一个亿呢 你不过就是掉了几滴泪 我就没舍得碰你一下了 你怕我什么呢 那一个月里 其实我和林清玄 什么都没发生 因为第一天 他将我压在身下吻我时 我伤心地哭了 他翻身而起 郁闷地点了支烟 半嗓才责了一声 陆景琛啊 你是不是瞎 看不出我比柳如烟 那小丫头漂亮一百倍 你至于这么委屈吗 我裹着被子哭个不停 对不起 我只喜欢柳如烟 林清玄气得不行 他一个废物 还要靠你救他 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我抽气着反驳 柳如烟不是废物 是我自愿的 不怪他 林清玄气笑了 咬着牙根说 我还真就不信 我撬不动这墙角了 陆景琛 一个月 我一定让你主动开口 他在外人眼里 我和他就是不清白的 他是出了名的花花小姐 根本没人相信 他会跟我躺在棉被里纯聊天 柳如烟也不信 当我告诉他 我和林清玄 没发生过超格的事 柳如烟却认为我在骗他 他觉得那是我为了挽回 与他的感情 故意捏造的谎言 我白口莫辩 回忆起过往 我头又开始疼 前脚刚离开酒吧 林清玄后脚就跟了出来 过马路时 我没看清红绿灯 若不是林清玄 及时拽住我 我怕是要进医院了 我后之后觉得害怕 手心都浸出一层冷汗 同一时间 身后传来一道 韵着怒意的声音 我寻声回眸 便看到面色英质的柳如烟 他走来一把 扯开林清玄的手臂 钻住我的手腕 将我带至身侧 嗓音森寒地指责我 当街跟烂女人拉拉扯扯 你怕不是忘记 自己已婚的身份了 林清玄末地讽孝出声 柳如烟 你连私生子都搞出来了 哪来的脸指责陆景琛 柳如烟谋色微变 却是冷笑道 无论我在外面如何 都改变不了 景琛是我老公的事实 我们两口子的事 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手 你好歹也是首富之女 难不成还想给别人当三小 林清玄不以为意地倾笑 关你屁事 我就乐意爱当三 柳如烟看向林清玄的眼神中 充满敌意 他冷吃一生 你乐意有屁用 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景琛爱的人 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 我心底冷笑 他明知我深爱着他 却依然无情地伤害我 他明明不爱我了 却还是对我有强烈的占有欲 利用我对他的爱做武器 打击林清玄 我忽然有些想哭 又觉得好笑 于是就笑着落了泪 我笑得很大声 眼泪也越掉越凶 整个人看起来如同疯了一般 面前的两个女人表情皆是一变 却不敢出声制止我 半晌后我才止住了笑 红着眼眶绝望地看向柳如烟 他心虚地躲开我的目光 漆黑如墨的眸子 印着我苍白的面容 我的声音颤抖得不像话 柳如烟 今年我三十岁了 从我十八岁跟你谈恋爱到今天 我花了整整十二年才明白 那些白头偕老的誓言 全都是空口白话 仿佛意识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柳如烟眸底闪过慌张 抓着我望骨的手指输然收紧 我缓慢而决绝地告诉他 柳如烟 我不要你了 我们离婚吧 话落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他听清楚了 所以没有重复第二遍 也没再去看他晦涩蓝变的眼神 只是心灰意冷地叫了辆出租 一直保持沉默的林清玄跟了上来 陆景琛 时间有些晚了 你又喝了酒 安全起见 我开车送你吧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 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柳如烟 不顾怀胎三月的身体 和林清玄扭打起来 当着我的面勾引我老公 比之母亲的当我死了 林清玄反手抓住他的头发 不懈地轻吃到 马上就是前夫了 不是吗 柳如烟脸色阴沉得可怕 两个人争吵几句后打坐一团 我这会儿身心俱疲 无心理会他们 拦到出租后上车走人 一进家门便收拾起衣物 还没收拾完 柳如烟就回来了 他头发乱得像是鸡窝 应该是刚才跟林清玄打斗留下的痕迹 我不知道他突然间发什么疯 就听他领声质问 你拎着行李打算去哪儿 去找林清玄吗 我没有和柳如烟解释 毕竟我们马上要离婚了 我去哪儿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的沉默似是惹怒了他 他将我收拾好的行李扔的到处都是 面目争鸣的质问 你是为了林清玄才想跟我离婚对吗 因为他说他还爱你 所以你心动了 还是说你们背着我早就搞到一起了 八年前跟林清玄私混的那个月 你很怀念是吗 陆锦琛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背着我跟老情人鬼混 你就这么饥渴 这么耐不住寂寞吗 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倒打一耙 将所有错误都推到我身上 还用那种恶心的字眼羞辱我 我气得浑身发抖 怒声反驳道 林清玄没说错 婚内出轨搞出私生子的你 哪来的脸指责我 柳如烟看我还敢反驳 他冷笑着说 你就这么听林清玄的话 想跟我离婚 然后嫁给他是吗 陆锦琛 当初死气白带非要嫁给我的人是你 这辈子你生是我柳家的人 死也是我柳家的鬼 想背叛我和林清玄双宿双七 你别做梦了 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疯了 明明已经不爱我了 却又因为可笑又偏执的占有欲 不肯放我离开 我已经为他浪费了十几年 难道还要让我下半辈子都困在这座牢笼里吗 我怒急返校 柳如烟 你是不是有病 我们明天离婚 你后天就可以把吴也反娶回家 你孩子也不用做私生子 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 他却根本听不尽我的话 执拗地将话题锁在林清玄身上 他根本就是在胡搅满缠 我忽然觉得疲惫极了 一句话都不想再跟他多说 沉默地转身继续收拾行李 可这无声的应对落在柳如烟眼里 却成了默认 他走上前 双眸死死地盯着我 眼底深处透着几分病态的蜂魔 他嗓音森冷至极 陆景琛 你最好有所觉悟 我绝不可能让你跟林清玄在一起 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背叛我的机会 你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人 我真的不懂 他脸皮怎么这么厚 他不爱我 却要求我永远爱他 要我爱他 却又从不许我靠近他 他可以跟别的男人上床生子 却要求我对他从一而终 凭什么 我冷应着嗓音 柳如烟 你没资格要求我爱你 别以为放几句狠话 我就会任由你摆布 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你连要挟我的筹码都没有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混我离定了 见我如此决绝 柳如烟谋底竟浮出几分恐慌和无措 好像他真的在害怕会失去我一样 真是好荒唐 好可笑 嫌弃了我八年 却怀了秘书孩子的女人 现在居然也会害怕失去我 但不管他心里如何想都与我无关了 我太累了 再也不想与他纠缠了 我打车去了郊外的别墅 那是刘奶奶生前送我的房产 我昏睡了整整两天 醒来后 脑海中除了离婚再无别的想法 摸到手机给柳如烟发信息 你尽快让律师拟订离婚协议吧 我不想再拖了 我愚蠢的将自己困在这段感情里那么久 是时候彻底走出来了 简单收拾了一下 去了常吃的私房菜馆 老板笑着跟我打招呼 老板跟我很熟悉了 我不用说他都知道我会点大吉养菜 意外的是 菜当上没多久 林清玄竟然出现在店里 我有些诧异 她倒是面色如常 在我对面落座 瞧着桌上的菜倾向 这些菜你都吃五年了 也不觉得腻啊 我更惊讶了 你怎么知道 她挑眉不语 我也没再追问 视线落在她病角的班图上 我有些歉疚的说 抱歉 因为我的事 连累你被柳如烟打 林清玄反驳 柳如烟那丝伤的比我严重多了 要不是看她怀孕了 我早就把她打到RCU了 不愧是死对头 这都要奋出个胜负 想到几天前 她在酒吧帮了我 我觉得有必要表示感谢 于是邀请她一起吃午饭 她欣然英语 时隔八年 又与她同桌吃饭 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风趣 只是八年前那一个月 我心情沉重 无论她怎么逗我都笑不出来 彼西记得最后一日 她挫败地坐在地毯上喃喃自语 我就不明白了 我哪点比不上柳如烟了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 我弱弱地说 你哪里都好 但你不是柳如烟 她苦笑 虽然我看不上柳如烟 但我必须承认我特羡慕她 她是积了几辈子的德 才能遇上你这么个痴情种 如今再回过头看 我也觉得自己是真傻 傻兮兮地为柳如烟付出一切 最后却落得背叛的下场 面及此 我忽然为自己感到不值 考虑离婚时多要点房产和股票 那些东西都是我应得的 如果不争取 岂不是让吴也凡减了大便宜 正胡思乱想着 面前的骨碟 也已经多了好几只包好的下 林清玄提醒我 餐桌上少开小餐 多吃东西 瞧你瘦的 我都怕风把你要给吹蛇了 我被她的语气逗乐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她又给我加了块红烧肉 笑了就好 你笑了漂亮 别整天愁眉苦脸了 似乎从二十岁开始 我就很少笑了 好在林清玄特别会逗人欢心 这顿饭吃下来 我笑的时常比这今年加起来都多 用餐中途我去了趟洗手间 刚洗完手 老板就神神秘秘地 把我拉到一间无人的包厢 我疑惑到 怎么了赵老板 她含笑说 其实我早就不是老板了 三年前我这店因为亏损严重 差点倒闭 后来是因为林小姐的注资 才能撑下来 所以现在她才是我的老板 我就是个打工仔 我惊讶不已 她一个地产大佬 怎么对餐饮业也有兴趣了 她对餐饮业哪有什么兴趣 她投资我这店 完全是因为你爱吃 赵老板 你别开我玩笑了 她男朋友那么多 怎么可能还惦记我 赵老板却说 林小姐跟别的男人 怎么样我不清楚 但我可以确认 她对你绝对是真心的 说实话 就现在这家店 一年也得亏上七位数 但就因为你喜欢吃 林小姐才会亏着钱 也要把店开下去 这几年她让我保密 所以我从没告诉过你 但我前几天听人说 柳如烟在外面都搞出私生子了 这种人你还不赶紧甩了她 景琛 你听我的 与其把生命浪费在柳如烟身上 还不如多看看对你好的人 我没向林清玄求证店面的事 尽管赵老板说 我说这菜馆是林清玄为我盘下来的 但我并不敢相信 这些年虽然跟她并无接触 但偶尔也会听到她的消息 她生殿的男人从没剑断过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值得她念念不忘 甚至在八年前 我也不认为是因为她多么的爱我 我自知没那么大的魅力 值得她心甘情愿地奉上一个意 她应该只是想从柳如烟那里抢走我 毕竟她俩打小就是死对头 什么都要争一争 走出餐馆后 林清玄突然叫我等她一下 我不解的看她从口袋里 拿出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递给我 我笑着接过来感谢她 小时候父母都不喜欢我 只有姥姥疼我 每次我不开心 姥姥都会变戏法式地掏出一颗草莓味棒棒糖给我 我六岁那年姥姥去世 之后整整一年时间 再也没人给我买过棒棒糖 林清玄回忆道 你九岁时在商场里 就是被柳如烟用一根草莓味棒棒糖骗回家的 我亚裔的抬眸 你还记得 她唇角的笑有些苦涩 当然 毕竟那天是我先走向你的 但你却牵了柳如烟的手 这些年我想过很多次 如果当时我给你的不是冰激凌 而是草莓味棒棒糖 你会不会选我 我想了想如实道 我不知道 她目光灼灼凝着我 景称 那这一次你要不要选择我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深邃的眼眸暗含期待和忐忑 你马上就要离婚了不是吗 这一次 你可不可以牵我的手 以后但凡是你想要的 但凡是我拥有的 全都可以给你 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猛猛然地问 你不会是真的爱我吧 她愣了好几秒 才自嘲地扯动唇角 我不爱你 会拿一个亿给你 我是有钱烧得慌啊 我不爱你 会心疼你的眼泪 连碰都不敢碰你一下 我不爱你 会掏空心思哄你笑 陆景称 你别告诉我 你从没相信过我对你的心意 我沉默了半傻 然后善善道 你男朋友那么多 今天一个男歌手 明天一个小演员 正常人都很难相信你对谁有真心吧 文言她立即喊冤 没有的是 那些都是谣言 有时在应酬场上 那些小明星跟我喝几杯酒 出去就借我的身份做靠山 可以免去不少潜规则 我实在是懒得理会他们 也没那么多精力一个个澄清 我要知道你会当真 绝对把洁身字号这几个字刻在我脑门上 我将信将疑 他焦急自证 景称 你要相信我 那些男人我一个都没碰过 如果我说谎 我明年就变秃顶 我被他急于自证的模样逗笑了 其实并非不相信他 否则八年前他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又何必给我选择的机会 但我还是没有回应他的告白 我本来也没奢望你立刻接受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心意 以后日子还长呢 我都等了你十年了 再多等几年又何妨 我的心脏忽然治了一下 很难想象 在我爱着柳如烟的十年之中 竟然有人一直在默默地等我 没想到冤家路窄 竟然在停车场遇上柳如烟 一看到我和林清玄在一起 柳如烟又开始发疯 他上前拽住我的胳膊就想把我拉走 柳如烟 你是不是有毛病 他冷笑 放开你 好让你继续跟林清玄狼狈围奸吗 陆景琛 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就这么急不可待的跟他搞在一起 他让你放手没听到吗 林清玄的声音透着鼓音笔 柳如烟冷眼扫过去讥讽道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手 当三小当上瘾啊 林清玄并不介意被讽刺 见柳如烟没有松手的打算 林清玄直接一拳挥了过去 柳如烟冷不丁被打了一拳 踉呛着后退两步 不得已松开了我 反应过来后 他立刻想打回来 我却及时地挡在林清玄身前 柳如烟的拳头生生顿在半空中 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你竟然护着他 他的声音微不可查地颤抖着 仿佛很委屈式地问 景琛 你怎么可以护着他 我们之所以会有惊天 都是拜林清玄所赐啊 如果他当初没趁人之威 让你陪他一个月 我们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林清玄无语地吃笑一声 我今天总算知道 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连碰都没碰路景琛一下 就把人给你送回去了 你人才兼得 哪来的脸在这里鬼叫 柳如烟却不信 你们同住一个月什么都没发生 林清玄 你说这话自己相信吗 林清玄冷冷地逆着他 我的确做梦都想拥有陆景琛 但我要的是他心甘情愿跟我 八年前 但凡他有一点喜欢我 但凡我真碰了他 我死都不会把他送回你身边 可是他说他只爱你 那一个月 他甚至连笑都没对我笑一下 柳如烟 陆景琛把心都掏出来给你了 你怎么忍心这么伤害他 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林清玄这样骂他 柳如烟竟然都没有反驳 只是直愣愣地望着我 很显然 他相信了林清玄的说辞 他的眼圈渐渐泛红正正地说 景琛 原来你没骗我 我苦思地笑了下 不重要了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相信我了 现在我只想离婚 我连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 转身坐上了林清玄的车 汽车驶过两条街 林清玄左手控着方向盘 右手抽了纸巾递给我 别哭 他不值得你哭 我吸了吸鼻子摇头说 我不是为他哭 我是被自己蠢哭的 你也觉得很可笑吧 在今天之前 柳如烟根本不相信 我和你之间是清白的 这些年为了维护柳氏的声誉 我和他在公开场合假扮恩爱夫妻 所以外界都认为我们感情很好 然而事实却是 一回到家他就开始冷暴力我 因为他嫌我脏 他说没办法再继续爱我 就连我给他包的水饺 他都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和他之间的问题 其实早在吴也凡出现前 就已经微如雷卵了 我竟然愚蠢地守着他八年 林清玄沉默地听完我的话 猛地将车停在路边 抽了好几只蚊香 才将怒一压下去 他声音尖色 对不起景琛 当初是我太想得到你 才会用那一个亿跟你做交易 其实我起初就没打算放你回去 哪怕你不爱我 我也准备把你永远绑在身边 可是你一哭我就拿你没辙了 看到你掉眼泪 比同我一刀还让我觉得难受 所以我就改了策略 想用一个月时间努力让你喜欢我 但我还是输了 送你回柳家 我是真的很舍不得 但我想 只要你能过得幸福 就算这辈子我只能默默在远方看着你 我也认了 他声音顿主 钻井拳砸了下方向盘愤恨地说 如果我知道柳如烟这么混蛋 哪怕你恨我一辈子 我也绝不会送你回到他身边 我想捧在手心里宠的宝贝 怎么能被他这么欺负 我心里清楚得很 怎么也轮不到林清玄说对不起 如果当初不是他出手相助 柳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说不定我也早被那帮债主扔下高楼 我哪有资格怪他 清玄你别跟我道歉 我承受不起 毕竟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给你添麻烦 我和柳如烟走到今天 错在他不信任我 错在我爱错了他 你没做错什么 他深深地望着我 我从没觉得你给我添麻烦 无论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心甘情愿的呀 我浅勾唇脚 林清玄 你是个好人 我一直都知道的 见我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他的情绪也终于好转 都有心思打去了 又给我发好人卡了 没有 我认真夸你呢 那你可以考虑多夸我几句 我爱听 行吧 那我回头写个一千字小作文 好好夸夸你 他挑眉说道 那我当真了呀 你可别夸我 我微笑 肯定不夸你 聊着天 车子很快到了小区外 下车前他叮嘱我 回去好好休息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二十四小时开机 我汗手道谢 今天多谢你 凌晨十分 我正准备休息时 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敲响 随之响起的是柳如烟 饱含醉意的声音 景称 我们谈谈好吗 我原本没打算开门 但他持续不断地敲门 吵得我没法休息 我无奈拧开大门不耐烦道 你最好是来跟我谈离婚的事 他见罪发疯直接抱住了我 景称 对不起 这些年是我误会你了 是我的错 你别跟林清玄在一起好不好 我看到你亲近他 真的快要疯了 你别折磨我了好吗 到底是谁折磨谁啊 他这是贼喊捉贼吧 我用力推开他计较道 现在不嫌我脏了 想来求我原谅了是吗 他身形骤然一僵 黑魔染上浓重的溃疑 纠结片刻 很艰难地开口解释 我没嫌弃你 我嫌弃的一直都是我自己 带你回柳家那天 我承诺要永远保护你 但是我没做到 我恨自己的无能 竟然要靠你出卖自己来拯救我 景称 我不是不爱你了 我是不敢爱你 我甚至没脸面对你 一靠近你 我就会想起那个窝囊的自己 沉默地听完这番话 我大概理清了他的想法 柳家也算是豪门 他从出生就自带光环 他向来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谁提到他都是赞不绝口 他早就习惯了高高在上 习惯被众人追捧 一招跌入泥潭后 却要靠我求着死对头帮他 他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哪怕他后来重归高位 我的存在 也依然提醒着他那段不堪的过去 所以他无法面对我 我眼神讥讽地去着他 你现在跟我解释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急迫地握住我的手 红着眼眶回答 当然有意义 你不是以为我不爱你了吗 现在我告诉你 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 我不得不提醒他 柳如烟 你是不是忘记了 你还有吴也凡呢 他慌张地为自己辩解 我从没爱过他 我只是觉得他很像你 像十八岁的你 我觉得吴宇 别这么侮辱我 我跟吴也凡不一样 我不会插足别人的婚姻 更不会跑到原配面前要舞扬威 他被我严余的一时雨色 半赏才艰色地说 我第一次见到吴也凡 是在拍卖场上 我听到了一个关于旧熟的故事 身体的男人 他看到吴也凡 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 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轻而易举地 便能拯救吴也凡 他买下吴也凡 妥善地教养着他 并非因为爱 更像是在弥补他曾经的无能 他想从吴也凡身上 找回他曾被踩进泥土里的自尊 我只觉得可笑 我对他好 他对我冷眼相待 然后把应该对我的好权 都给了一个替身 更趁得我这些年的坚守 像个笑话 这一刻 我确认自己彻底不再爱他了 看到他 我除了恶心再无别的感受 我嫌弃地挖苦道 柳如烟 既然你的自尊心那么重要 当初就别接受那一亚 就让那伙追债的人 把你卖了好了 但你明明享受了既得利益 却又不善待我 你又当又利 真让我觉得恶心 他眸中骤然浮现痛色 近乎哀求地说 景琛 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受不了 我会难过的 我冷笑 那你有想过被你冷暴力的我 这八年是怎么过的吗 他颤抖着嗓音道歉 对不起 一切是我的错 是我太自私 只想着自己 没有顾虑你的感受 我可以改的 景琛 我可以像小时候那样对你好 你别和林清玄在一起好吗 事到如今 他竟然还有脸体和好 我没忍住吐槽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柳家 给你的儿子洗当吧 他急切地向我表决心 我会打掉孩子 然后把他送走 再也不让他来打扰我们 景琛 我们以后会有自己的宝宝 我会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你们 我忽然觉得吴也凡也挺可怜的 可怜他对柳如烟痴心一片 但他们的孩子在柳如烟眼中 其实也不过是可随意丢弃的垃圾 当然 如今在我眼中 柳如烟跟垃圾也没什么区别 想让我和他生孩子 别做梦了 我毫不留情地一口回绝 柳如烟 我不会跟你和好的 因为我 嫌你脏 最后那三个字 我说得极其缓慢 柳如烟脸色顺时变得惨白 更显得一双毛子红得可怕 让我感觉他下一秒仿佛就要崩溃了 但我丝毫不觉心疼 骂了他一句咎由自取 就把他推出了门 只是没想到第二天睡醒出门 他还在门口的地板上坐着 一夜未眠 他看起来有几分憔悴 讨好的说 景琛 你要去工作室吗 我开车送你好吗 我白了他一眼 一夜不睡还开车 我很惜命 你想死别拉上我 我没再看他一眼 驱车去了自己开的殡仪馆 他简直是阴魂不散 像是个门神似的站在门外 我烦不胜烦 我只好从后厨找出一桶干水 柳如烟被我兜头浇下一盆干水 狼狈的不像话 但他没表现出一点不满 只是央求着 只要你能原谅我 哪怕每天泼我一盆干水 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被泼几盆干水 就想将过去的事一笔勾销 太便宜他了 我邪逆着他说 你想得太美了 天底下没有这种好事 为了快刀斩乱麻 我不得不对他放狠话 柳如烟 如果你再纠缠我 我会把你养无也烦的证据 报掉给媒体 你应该也不想让公司股价下跌 再次陷入危机吧 此话一出 他神情顺时变得黯然 满目哀伤地望着我 景琛 你非要这么绝情吗 我笑了笑 我就是这么绝情 我甚至后悔没早点离开你 他悲痛欲绝 最后却也只能跟我妥协 因为公司是柳家多年的心血 他不可能不顾及 我和柳如烟刚领完离婚证 吴叶凡就激动地给我发了几条信息 陆先生 我真的有点可怜你呢 爱了如烟姐这么多年 最后竟然被扫地出门了 以后柳家的一切 都会是我和孩子的 我吃笑一声 他还不知道我分走了柳如烟的一半身家 并且还在做嫁进柳家的美梦 然而第二天 柳如烟就当着他的面打了胎 听说他在手术室闹得挺厉害 太子没了之后 吴叶凡整日郁郁寡欢 然而柳如烟连看都没去看他一眼 只叫特助打了一大笔钱给他 大约一个月后 吴叶凡在柳市的地下车库 捅了柳如烟一刀 叫嚣着要给宝宝报仇 那一刀捅得挺身 柳如烟在医院里足足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床 而吴叶凡被抓进了牢里 扑摸着要被判终身监禁 这些都是林清玄在餐桌上告诉我的 我听完直接目瞪口呆 林清玄轻笑 他们俩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活该 我表示认同 我生日那天 林清玄来我的病医馆完 他的助理趁他接电话时悄悄告诉我 陆先生 您的指扎小人 我们林总家里放了上百个呢 我惊讶不已 助理接着说 七年前 您刚开店时生意不好 林总担心您被挫伤积极性 就想私下帮您 又怕被您发现 所以每次都是我乔装打扮来买的 如果您不相信 等有机会可以去林总家里看看 他弄了个房间 还定制了透明的玻璃柜 专门用来存放您的作品 陆先生 我们林总对您真的是痴心一片 我跟在他身边十年比谁看的都清楚 而且像他这种级别的白富美 还这么专一痴情的 打着灯笼都难找 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后来我去林清玄家里 看到被他整齐完好的收藏着的纸扎人时 忽然觉得鼻腔酸涩 默默爱着我的这十年 他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会很难过吗 一定会的吧 然而我问他时 他却浅笑道 景琛 不用心疼我 我都告诉你了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自愿的 我抬眸望着他 他深情的眼眸里满满当当都是我 仿佛我就是他的全世界 我吸了吸鼻子逼退眼泪 林清玄 你是不是傻 如果我一辈子不离婚 你也要等我一辈子吗 一辈子也没那么长 不是吗 我等得起啊 他说的那样云淡风轻 仿佛一生也不过是白居过戏 但一年有365天 一天有24小时 每小时有60分钟 我也等待过别人 我知道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去牵他的手 被我触碰的那瞬间 他的手轻轻颤了颤 表情从迷茫到惊喜用了三秒 他小心翼翼地回握住我的手 试探着问 景琛 如果我没理解错 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在一起了 我晚上他的仙妖轻声说 林清玄 抱歉让你等了我那么久 他轻轻拥住我 嗓音温柔 没关系啊 我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不是吗 我和林清玄确定关系的第二天 正赶上七夕 林清玄的花束与众不同 人家是玫瑰 她的是999只草莓味棒棒糖 包装的挺好看 糖果也很好吃 就是有点重 林清玄拨开一支棒棒糖塞进我口中 我笑的好甜 她眼眸暗暗 我尝一下 我刚准备给她包糖 她就将我口中的棒棒糖拿走 直接稳住了我 这个稳持续了很久 结束时 我气喘吁吁的趴在她怀里 她勾唇道 嗯 确实挺甜 停顿几秒 她得寸进尺的说 我没吃够 还想再尝尝 我的一生再尝下去 我嘴巴都要轻肿了 我想逃跑 却没逃掉 被她壁冻在桌子上 轻到脑袋缺氧 直到被她放倒在床 包得干干净净 我的意识才恢复一点清明 窗外月光降落 室内则是一片阴影